消防隊貨報在巷盪裡 有一位民眾受傷等待救援 抵達了現場發現是一名男子 他的雙腳已經受傷 無法動彈 因此是躺握在地板上 看到了在旁邊的一輛箱行車 是撞到了牆壁 才發現就是這一輛箱行車惹的禍 事發是在嘉義市的事前路一段 原來是在二十三號傍晚的時候 這名五十七歲的駕駛說 這輛箱行車其實是他的車 因為當時他把車輛停放在斜坡上 但是疑似沒有拉手煞車 導致車輛滑動 而在過程當中 他竟然是用肉身擋車 企圖要阻擋車輛繼續滑行 這情急之下 還是導致這一輛貨車迅速滑動 因此這名駕駛閃避不及 導致他的左大腿被撵過 有骨折變形的情形 因此消防隊抵達現場之後 是趕緊將他固定來處置送醫 而相關肇事原因警方還要調查處理